就在Mikey上小学六年级的那个夏天 Mikey和龙坚相识 有一天龙坚来Mikey家里找他 正在洗澡的Mikey大喊着让龙坚先进来等 进入家门的龙坚刚好碰到了艾玛 初次见面的两人彼此做了自我介绍 得知艾玛正在打扫卫生 龙坚礼貌地上前帮忙 两人也至此变得熟络了起来 龙坚看到Mikey洗澡出来 原来今天龙坚是想介绍他的朋友给Mikey认识 与此同时Mikey也叫来了他小伙伴 就这样 Mikey 龙坚 场地 三股 阿帕 伊虎 六个最棒的家伙聚集到了一起 东京万字会的首批成员 也在此刻完成了第一次集结 之后他们六人形影不离 他们每天过得都非常开心 Mikey以为他们六个人一辈子都会玩在一起 但是意外还是出现了 在Mikey生日这天 真一郎在他的摩托店中 正满头大汗地在组装着一辆摩托 完成后的真一郎欣慰地看着这辆CB250T 这正是他为Mikey准备的生日礼物 同时真一郎心中还想着 等会儿收到礼物的Mikey肯定会很开心吧 此刻的Mikey也正向哥哥的店中出发 但是当Mikey来到哥哥的商店门前发现 哥哥的店门前聚集了很多人 Mikey急忙挤进去看看 怎么回事 进去后的Mikey看到警察就要将场地带走 Mikey急切地叫住场地 问他出什么事了 此刻的场地瞬间泪流满面 并向Mikey道歉 Mikey的哥哥现在也离开了他们 在真一郎的葬礼上 此刻只剩下爷爷 艾玛和Mikey三人 同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人 艾玛和爷爷泪流满面地看着眼前的真一郎 而在现场的Mikey还是强忍着眼泪 最后自己躲在厕所里极力地控制 不让自己哭泣 但是情感和本能的趋势 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最后Mikey便向天上的哥哥说道 你看好了 真一郎 我要把东万打造成最强的队伍 此后的一天 Mikey向同伴们表明了自己的决定 得到伙伴们的支持后 他们的征途也至此开始 他们陆续收服了Smile兄弟二人 一番队的松野千东 二番队的柴八剑 三番队副队长林良平 五番队队长武藤等人 其中三徒也默默地一直跟随着Mikey 身为总长的Mikey和副总长龙坚 并不止步于此 Mikey的目标是夺取天下 而龙坚表示誓死追随 就这样 Mikey的东万在继续地扩大 而后真正改变 Mikey命运的两人也陆续出现了 这两人正是花园舞蹈和嬉笑铁台